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功夫 晚饭前去村里买的这些米面肉菜 也不知够不够 还好顺便拜托了彭大叔 请他空闲时上山召开爷爷 喂 到这里来 我们要再来一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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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再来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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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师们有今日之气象 全仰仗神尊和神子幽阔 神子可准备妥当 我 月姐姐来了吗 月姑娘在明镜与点栏目 先蒙大会后我就差人请她前来 但现在神子务必以大事为重 可是 往日结极了 从来也不需要我来释法呀 我第一次做也不知会不会做好 此次次非必须必须 一定需要神子亲自来才行 神子无需担忧 定能成功 师兄 师兄 各门派使者已一约前来 天师们遭妖魔袭击 承蒙诸位先蒙同道赶来 贫道再次谢过 孟章掌门 来袭者是何来临 伤亡情况如何 袭击本派的是天魔众 经此一役 必派神圆塔被毁 弟子伤亡一时不少 天魔众 此称相是魔族 不是相 正是魔族 天魔为魔族八部众之一 正对人界虎视眈眈 孟章掌门 天魔所图为何 真人少安 贫道传盟主令 邀仲同道来 正是为了昭示天下 接下来 众位同道所见所闻 是天师们严守七年之机密 事关凶兽 事关天魔 事关人界 请神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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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斩神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神不惜外人打扰 现在清静处休息 神魔之景的裂缝 不是已经被蜀山山体封堵 天魔怎还能进入人间 天魔驱使凶兽作恶 我不是想让人间生灵涂炭 再图侵略 对付凶兽尚且力不从心 我等又该如何御敌 诸位同道 请听我言 当年蜀山派确实封印了神魔之景 但如今天魔现身人间 也非虚言 天师们保护神子多年 为的就是查明凶兽之乱的背后主使 眼下既已知道罪魁祸首是天魔 还望众同道协助 同产凶兽 供除天魔 本门派已经鼎力相助 除魔未到 本门也在所不辞 鱼侠真人 是有什么在意的吗 我只是想知道 如何协助天师们 与之前无甚区别 各门派固守结界 若发现凶兽踪迹 请即刻告知天师们 莫晴 来 师父 你确定 嗯 去吧 好啊 谢谢师父 那我去了 我会给师父写信的 师父 各大修仙门派若要巩固结界 少不得全派出动 还要耗费不少灵力宝物 可那神子仅仅一抬手 正法就结阵完毕 甚至连破损的高塔 也完好如初 他却实身怀神力 可天师们对其来历 却语言不详 回仙下派吧 是 师父 你会让我们车复 科技 在甘子里打听一下 神匠的消息吧 宠木 救救我 有人在呼救 武林轮转 我中文字幕志愿者 谢谢道长 您客气了 这里应是在结界内 怎么会有妖怪 道长有所不知 前段时间 结界不知怎的突然坏掉了 天使门的道长将结界修好了 但没想到 有个小妖怪借此闯了进来 要不是有道长您 我也凶多吉少了 好了 现在去村子里打探消息吧 看招 请不吝点赞 好 好 疼 疼 疼 这两个东西 前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